咱们已经知道了磁场 它是磁体周围或通电导体周围 存在了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特殊物质 那么如何形象直观地描述磁场呢 之前电场中 咱引入了电场线来描述电场 那么磁场中 也可以引入磁感线来描述磁场 跟电场线类似 磁感线是在磁场中画一些曲线 是曲线上每一点的切线方向 都跟这点磁感强度的方向一致 要画磁感线 就得知道磁场中每一点磁场的方向 前面说过 磁场中小磁针N级的受力方向为磁场方向 所以想要知道哪一点的磁场方向 就在哪一点放一枚小磁针就可以了 不过实际上有更简单的方法 在磁体上面放一块玻璃 在玻璃上均匀地撒一些铁蟹 轻敲玻璃 磁化后的铁蟹在磁场的作用下重新排布 就像一个个小磁针 形象地模拟出磁场的分布 观察铁蟹的分布特点 就可以画出条形磁体周围的磁场分布了 在磁体外部 磁感线从N级出来进入磁体的S级 注意在磁体内部也有磁感线 从S级回到N级 与外部磁感线组成B和曲线 既然是B和曲线 那外面有多少条 里面也得有多少条 只不过咱们没有画出来 观察这个磁感线分布 它有两条对称轴 一条是磁体的中轴线 一条是磁体的中垂线 不过磁场的分布是立体的 你可以根据对称性 想象出磁场的空间分布 回到这个平面图 磁感线在外部是两极最密 中间西数 磁感线越密的地方 磁感强度越强 越西数的地方 磁感强度越弱 这个特点跟电场线是相同的 用类似的方法 咱也可以画出其他几种磁场分布 先看提形磁体 画出来就是这样 在磁体外部也是从N级出来 进入S级 同样也是两级最密 它只有一条对称轴 即磁体的对称轴 看完这个 再看同名磁体之间的磁场 画出来就是这样 它的分布 跟两等量同种电荷之间的 电场线分布 非常类似 最后咱来看 一名磁体之间的磁感线 画出来就是这样 它的分布 跟两等量一种电荷之间的 电场线分布 也是非常类似 通过这些分布图 咱可以总结出磁感线的特点 磁感线是闭合曲线 磁体外部的磁感线 是从N级出来 进入磁体的S级 内部从S级回到N级 磁感线闭合而不相交 不相切也不中断 磁感线上每一点的切线方向 都表示该点的磁场方向 磁感线的疏密程度 表示磁感强度的大小 另外注意 每一画磁感线的地方 不表示没有磁场存在 通过磁场中任意点 总能画出一条磁感线 并且只能画出这一条 还要特别强调 磁感线是一处假想曲线 磁场中并不存在 磁感线的特点就说到这儿 接下来咱来跟电场线对比一下 咱能发现它们的图形非常相似 那么它们还有什么 其他的相似与区别吗 先看相似之处 它们都是假想的曲线 它们的疏密均表示强弱 曲线上某点的切线方向 都表示场的方向 两条磁感线或电场线 均不能相交 这些都是相似之处 那么不同之处就是 磁感线是闭合曲线 分为外部磁场的磁感线 和内部磁场的磁感线 而电场线是不闭合的曲线 也没有内外之分 以上就是关于磁感线的全部内容 它是一处假想曲线 并不是客观存在的 曲线上任意一点的切线方向 表示该点的磁场方向 疏密代表磁场的强弱 磁感线是封闭的曲线 在磁体外部 磁感线从N级出来 进入到S级 在磁体内部 则是从S级到N级 注意条数相同 这样才能构成闭合曲线 都明白了吗 明白了 就快去刷题去吧